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这里是十点读书 我是你们的朋友北辰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看了石铁生的我与地坛才明白 人生最难的修行是学会与自己和解 欢迎你的收听 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文章 欢迎拉到文末给我们点击个再看 1991年 四十岁的石铁生出版随笔散文 《我与地坛》 书中他将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 感受和收获 娓娓道来 尽显深邃于折死 王萌在谈到《我与地坛》时说 那种深思与宁静 悲痛与超越 让我大为感动 年少不时愁滋味 以前看《我与地坛》 尚不能理解石铁生的哀愁与悲悯 人到中年 经历沧桑 月尽无常 才惊觉 书中那平淡幽远的字里行间 写满了生命的进阶与思纯 人生海海 众生皆苦 正如石铁生在书里说 我一直要活到 我能够隶数前生 你能够与我一同笑看 所以死与你我从不相干 终此一生 我们都在努力接纳生活 接纳苦难 接纳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细细回味 我与地坛里石铁生的人生轨迹 不由感慨 人这一生 要学会这三次和解 一和生活和解 1951年 石铁生在北京出生 从小跟着奶奶长大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石铁生从小就与地毯 结下不解之缘 1969年 18岁的石铁生离开北京 辗转到达陕北延安 开始知青生涯 不想 没过几个月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 浇透了石铁生 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发烧引起的腰椎裂柱病 使得石铁生寝食难安 疼痛难忍 石铁生不得不折回北京治疗 一年半后 治疗宣告失败 得知自己的后半生 被迫与轮椅相依为命 石铁生变得狂躁 易怒 敏感 并一度产生放弃生命的念头 坚持到出院后 石铁生到某街道工厂做工 生活似乎看到一丝光亮 本以为厄运就此终结 没想到 刚缓一口气 他的人生又接连迎来更大痛击 1981年 他被查处罹患肾病 工作无法继续 只能回家静养 1998年 因常年身体弯曲 无法直立 石铁生患上尿毒症 生活就像一个无情的柜子手 在看不见的地方 一点一点凌迟着石铁生的人生 偶然间 石铁生走进那荒草 丛生的地毯 开启命运抗衡 和时间对话的神奇旅程 他拿起笔开始写作 1979年 石铁生发表了短篇小说 爱情的命运 1983年 他发表的 我的遥远的青湾 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季献林在《悲喜资度》里说 在人生的道路上 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 人间万千光景 苦乐喜忧 跌撞起伏 除了自渡 他人爱莫能助 与其被痛苦折磨 还不如学会放下 学会与生活和解 生命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生存 要么消亡 我们的生命 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坚持 而是坚持下去 才看到希望 就如石铁生一样 在被命运捉弄的漩涡里 放下痛苦 放下包袱 直面生活给予的狂风咒语 让苦难在微笑中 开出最美的花朵 二 与父母和解 回望石铁生的前半生 铺满了母亲坚韧沉重的背影 面对风华正茂的儿子 他不仅要假装坚强 而且时刻如履薄饼 有一次 母亲一个疏忽 把石铁生的胯 熏成了烫伤 面对弱不禁风的孩子 母亲惶恐自责 以后每次给他换药 母亲都要先忏悔一番 无数个儿子晚归的夜里 他都要到地毯去找寻 一遍又一遍 步履匆忙而急迫 每逢孩子性情大变 自怨自艾 他都要强达起精神 故作淡然的安抚劝慰 之后他总是躲在门后 将眼泪急速抹去 石铁生不理解 为什么母亲总是如此啰嗦多事 他甚至厌烦起母亲脸上 不经意流露出的悲悯 觉得那些情绪 看起来多余而刺眼 但石铁生不知道的是 母亲已经病入膏肓 常常甘疼地 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 睡不了觉 可是为了照顾孩子 他把自己置之身后 没有在孩子面前表现出一丝一好 一天 母亲准备次日带石铁生 到北海赏局 石铁生同意了 这是他生病以来 第一次同意离家外出 作为母亲自然欣喜万分 只是母亲出门准备东西后 便再没有回来 母亲疼得摔在地上 邻居把母亲抬上车时 他还在大口大口吐着鲜血 我那个有病的儿子 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母亲的病逝改变了石铁生的想法 石铁生恍然惊绝 母亲之所以干涉他的人生 是希望他能幸福 希望他不要因为病痛沉沦 迷失 自怨自艾 可那时他还太年轻 不懂得父母有时候干涉孩子 不过是害怕孩子钻牛角尖 当他理解了母亲的用意 原谅了母亲对他的干涉 学会了与母亲和解 却发现为时已晚 就像他在书中写道 在我第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 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 我真是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 我们常常绕了一大段路 走到了时间的另一头 变成往事的旁观者 才发现时光深处的父母 不过是用心良苦 而那些年少时不明白的东西 终于在时光的推进中 前程和解 坐上轮椅的最初几年 石铁生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去路 迷惘而忧郁 于是无所依赖时 石铁生便摇着轮椅 去到地毯 因为在地毯 他可以逃避 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 这里的特别 让他寻觅到自己内心渴望的答案 并收获心灵之上的风影 他遇到过一对中年夫妻 十五年来 每当暮色出林时 他们总是准时来到公园散步 雷打不动 他遇到过一位爱唱歌的年轻人 两人经常打照面 并有结实的愿望 却在即将离别时 才蜻蜓点水般相互寒暄 尽管是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琐碎 却因为石铁生细腻敏锐的第六感 一切都变得鲜火动人起来 因为今生太多遗憾 他还畅想过设计自己的好运 先占几项先天的优势 聪明 漂亮和一副好身体 再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出生 通情达理 又有学识的父母 于是他愉快地度过自己的童年时光 然后在令人艳羡的名牌大学里的 被众多异性倾慕着 接着毫不费力地找到一个门当户对 又十分优秀的伴侣 这一生迷人完美 不管是经历过去 还是梦想来一生 石铁生渐渐顿悟 人这一生最难的修行 不过是与自己和解 如若与自己和解 就是走出深渊万事皆安 如若不能与自己和解 便是不断内耗伤害自己 作家简真曾说 人缠不过自己的性格 常常在万来俱计的时刻 以刀钉与自己短兵相接 诚然如此 好在那时的石铁生 学会了与自己和解 他接受了自己 无法再次站立的事实 接受了母亲的离世 原谅了命运的不公 让生活回到正轨 在苍茫荒凉的地毯 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们 前一秒欢笑 下一秒流泪 他们被粗利生活 百般摩擦的心酸模样 像极了在尘世间 打转的凡人你我 我们从局中人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也看到了生活的复杂真相 人这一辈子 人生短 苦难长 可是 即便梦想破碎 举步维艰 依然有人坚强 乐观 勇敢地活着 因为生活的真相 就是认清了之后 依然热爱生活 永远不能失去 好好生活的动力 就像石铁生 在《我与地毯》最后写道 我什么都没有忘 但是有些事 只适合收藏 不能说 也不能想 却又不能放 把苦闷放在心底 把微笑挂在脸上 2021年 还有不到三个月 笑着走下去 拥抱属于自己的 每一个晨曦 与君共勉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 给您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北辰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